上次说的遗嘱继承的事儿,有朋友说我们家不存在,反正是爷爷奶奶那带人先走,但是即便按照正常的顺序有人去世,也不意味着不会发生遗产纠纷,你知道吗? 举个例子,爷爷先走,那么爷爷那个房子,爸爸叔叔姑姑有权利继承,如果这房子没有及时的分割,或者大家不好意思,或者打起来了,等着爸爸走的时候,爸爸原来有资格继承的一个份额就归了啊,你们兄弟几个,那姑姑如果走了,姑姑的孩子也有权利继承,搞不好就是这爷爷 这房子可能会被分成八份,十六份,三十二份,那你告诉我一个价值五百万的房子分成十六份,你怎么分?房产正常写十六个名字,不可能,说卖的分钱,有的人同意卖,有的人不同意卖,还能增值呢?这一家人就打起来了,所以有遗嘱肯定是比没有遗嘱要处理起来,更简单便捷,也减少纠纷,再就是我每次说法律知识,有人说你律师就是为了挣钱,我们律师凭本职挣钱怎么,对不对?他说你天天给女主播打赏,你就不能给我点个赞吗?